主料,芋头10个,玉米1根,红枣6枚,辅料,白菜叶是2片,糖,水一量杯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准备主料,芋头10个,玉米1根,红枣6粒辅料,大白菜叶2片,白糖,将芋米用青池冲洗一下,然后用刀切成小段,芋头洗净先不用去皮,白菜叶洗净, 将白菜叶扶在那盘里,倒入一杯水,再将芋头,玉米和红枣都放入锅内,红枣是在厨房餐桌上顺手拿了6个顺手扔进锅里的,没拍照我,和盖蜜蜂,选择红薯剑剑,自动卸牙即可,芋头玉米红枣张就做好了,烹饪技巧,1,铺好白菜叶之后,往锅里添加一杯水, 2,和盖蜜蜂,选择红薯剑,互动类剑剑,也二十分钟即可熟透,3,有理性体质者,笑而实质, 为了现家,以及糖尿病患者因赏事与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